血压低啊 我们是担心的是平常 譬如说你平常我们正常的血压 120 80左右 突然间一下变成80 60 那这个我们要很担心 因为这个突然间的 好像失速掉下来 血压掉下来 必然是有一个 院长观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院长观点 高血压我们也知道 从很多的一个媒体 或者是新闻报道 或者大家的医疗知识里面了解 它可能会造成 这个心脏的一个问题 脑出血的一个问题 中风等等的这些 并发症它会产生出来 甚至于肾脏 这些都是可能造成肾衰竭的 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对血压的控制 会特别注意 但是我们在诊间也一样 会碰到很多的 尤其是女生会讲说 医师啊 我这血压很低 那我会不会突然间猝死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担忧 一语言表 非常难过的情形 我们测它的一个脉搏 有时候脉搏也比较低一点 譬如说只有六十几 七十左右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这都表示 这是很好的一个体质 血压低 我们是担心的是平常 譬如说你平常 我们正常的血压 一百二八十左右 突然间一下变成八十 六十 那这个我们要很担心 因为这个突然间的 好像失速掉下来 血压掉下来 必然是有原因的 可是如果平常 我们就维持着六七十的血压 八十左右的 高血压左右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这其实是每个人体质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那这些人长寿的机会 还比较多 所以不用去担心说 我血压比正常人稍微低一点 这个低一点是好事 我脉搏比正常人跳得慢一点 这也是好事 当然如果他有症状 譬如说头晕 不舒服 会喘等等 这些症状的时候 还要请心脏科的医师做评估 不过绝大多数所谓的低血压 就是大家认定 他素质稍微低的 这样的一个血压 都是相对是常见 而且是正常的 不用刻意说 我就是要把他血压突然间 再把他升高起来 没用 我们的一个身体 它有它特定的一个体质 所以你的体质已经设定成 低血压可以运作得很好 血压不用那么高 就运作得很好 那心脏就不用那么辛苦 这是好事一件 所以不要自寻烦恼